這邊這一題 某國的高速鐵路總共有12站 為了提高行車的效率 我們可以選擇其中的四站不停靠 但是手末要停靠 手末兩站要停靠 而且呢 相領兩站不能同時不停靠 那不同的方法是 首先看背面的第二題 來 也是代表啊 這一句話有什麼意思 有四站不停靠 而且相領兩站不能同時不停靠 全部12站中 有四站可以顯示成不停靠 可以顯示有四個不 可以嗎 而且這四個不怎麼樣 四個不 不相領 四個不不相領 好老口 看今天只在念Rap 你知道嗎 我剛剛回去檢查一下 我那一題那個105年那一題 其實我前三個解的都是對的 只是因為太像念Rap了 所以加上我剛剛去唱這首中段以後 大家覺得有點鬼 我等一下再講一次 那一題真的很簡單 這個12個站中有四個站是 可以選擇不停靠 而且不停靠也不可以相連 而且怎麼樣 手末必須要停靠 手末 手跟末要停 要停代表手跟末可不可以全部 不能把腹插進去 那同學 四個不相領 那麼多不相領 你會用排榮還是用插入 同學 排榮還是用插入 排榮 排榮是不是只能少量 去算 所以這個要用插入 可以嗎 那全部有幾站 那全部有幾站 十二站 十二站 減四等一集 十二減四等一集 十二減四等一集 這八 可以嗎 也就是說把不停靠的拿開來 是不是有八站 這個時候八站裡面 你是要把腹插進去 四個不插進去空隙 是不是不停靠的站就會不相連 到這裡有個問題 可以嗎 可是要小心 這個插入的像手末可不可以插腹進去 手末可不可以插進去 不行 因為手末仗我們一定要頂靠 所以這個步呢只能插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這個四個步數只能插入這七個空隙 到這裡有個問題 看得懂嗎 看得懂頂目嗎 跟你們那一題很像對不對 可是還是有點不一樣 你有拿到嗎 有一模一樣嗎 沒有嗎 好 好 那這個時候 順目是第一個 你在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空隙裡面是全四個差距 所以要C7舉幾 這個答案就是C7舉幾 C7舉幾 4 可以嗎 那這個順序 那這個順序 假設這裡是不停靠的站 不停靠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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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排順序的方法一樣只有幾種 一種 就是從第一站 第二站 第三站 第四站 第五站 第六站 第七站 第八站 第九站 第十站 第十站 第十一站 十二站 是從小排到大 所以在這一題 所以你解好 可以嗎 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通常這種不相靈的 又用什麼樣 多量大量 又用什麼 插入吧 通常三個以上就是用插入 可以嗎 這樣子寫 OK 可以嗎 看得懂嗎 好 再來我們回到第一題 前三個選項都是錯的 那我挑一個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說 這個題目 與其覺得難 不如我告訴你們 覺得凡 像這種敘述很長的 你並不會需要用到很巧妙的方法 你就慢慢的一組一組去討論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我一二三我挑一個獎 你們要挑幾獎 一二三喔 剛剛你講都是錯的 對不對 那你們要挑幾獎 我挑 挑一獎 好不好 第一個 A抽到假鑰匙的機率 跟 C抽到假鑰匙的機率 可以嗎 可以嗎 那A抽到假的機率是幾 有四台車的鑰匙 是取一台就好 那四分之幾 四分之一 可以嗎 那C抽到假的機率是多少 C抽到假的機率 要分兩種 也不用分兩種 這個C抽到假的機率是哪一種 C抽到假就代表怎麼樣 A沒有抽到假 然後呢 B會不會抽到假 而且怎麼樣 B是不是認取一柄 可以嗎 B不抽到假 再來 C去抽假 可以嗎 那我請你 A沒有抽到假的機率是幾 你把車子加一柄丁寫上去 你就會覺得很爽 A沒有抽到假的機率是四分之幾 四分之三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那我們題目有說啊 如果B去抽的時候 B絕對不會選假 來 絕對不會選舉 所以B不會抽到假的機率 所以B不會抽到假的機率是一 絕對不會抽到 所以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懂嗎 A如果不抽假 就可以抽一柄丁寫三台的一台 叫四分之幾 四分之幾三 四分之三 假設抽到一好 可以嗎 假設A抽到一 那B不抽假 B是不是柄丁寫兩台抽 兩台都可以 B抽丁寫兩台都可以 B抽丁寫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如果這三個裡面 B不抽假的機率 是不是一定不抽假 所以丁寫全 叫做二分之二 可以嗎 那再來 剩下C去抽 假的機率是兩台裡面抽幾台 一台 叫做二分之幾 二分之一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有了嗎 那有了嗎 因為B一定不會抽到假 所以B不抽假的機率是一百 可以嗎 可以了嗎 好 那這時候算出來 是多少 八分之幾 八分之三 比四分之一大 對不對 八分之三 比四分之一大 所以第一個是錯誤 效益 可以嗎 好 像這樣一個一個去討論就好了 都會是嗎 這個題目就是不難的一個一個去討論 在第四個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個 第四個 B抽到丙鑰匙的機率 大於C抽到丙鑰匙的機率 其實你仔細想這是一定的嗎 因為B絕對不會抽假 所以B是不是大概是三字裡面選一次 可以嗎 好 來 第四題一樣 怎麼樣 我們是每一種狀況都去分 對不對 有可能怎麼樣 有可能A先抽假 或A沒有抽假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變成A抽假 而且怎麼樣 B抽丙 或者是A不抽假 而且B抽丙 可以嗎 這是不是 這個B抽到丙鑰匙的機率 對不對 那A抽假的機率是幾 A抽假的機率四分之幾 四分之一 這時候B抽丙的機率是多少 是不是剩下三台車的取一台 甲乙 丙丁 B一定不抽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假被抽掉了 剩下丙跟丁 兩台車裡面 B要抽到丙 是不是要二分之一 可以嗎 再來 A如果不抽假 對不對 欸 不是 喔 B是不抽假的 B不抽假 喔 B不抽假吧 這個B如果 A如果 如果 A如果沒有抽假 是這三台取一台 所以他三分之一 我應該講四分之三 這個 四台車裡面 A如果不抽假 是四分之三 那B抽丙是多少呢 如果他不抽假 這時候如果 B要抽丙的話 他也不能抽丙 他也不能抽丙 所以只能四分之二 對不對 因為最後丙要給誰抽 丙是不是要給B抽 可以嗎 所以四分之二成這樣多少 這個時候他不是假 假設他抽到丁車 A抽到丁車 丁車被用掉了 這時候是不是 就是三台車裡面 等一下喔 這裡是三分之二 對不起喔 前面避免了 A不能抽 A抽獎啊 對不起 我再說一次喔 幹 又回到剛剛的狀況 再說一次喔 有四台車 夾 夷 丙丁 然後呢 題目要問的是 B抽到丁鑰匙的機率嗎 那第一個 有可能A抽到假 那B抽到丁 或是A不抽到假 B抽到丁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B車不會抽假車啊 對不對 B車不會抽假車 那如果A抽到假的話 機率叫做四分之一 這時候B要抽丁車 叫做三分之一 可以嗎 那如果 A不抽假也不抽丁 因為丁要給B抽啊 假設抽了乙丁 那這個時候 假設抽了乙丁 那這個時候 假設抽了乙丁 B如果要抽丁車 是只剩下兩台裡面選 因為B都會抽假 B不會抽假 再傳到乙丁 特分乙丁 就是這樣而已 可以嗎 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個 4分之二 C抽到丁鑰匙的機率是多少 C抽到丁鑰匙 也一樣這樣子 稍微的去怎麼樣 討論掉 可以嗎 這個機率是多少 十二分之一 二十四分之幾 二十四分之 這裡是十二分之一 六加二 這叫做三分之一 對不對 可以嗎 B抽到丁鑰匙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那C抽到丁鑰匙的機率是多少 是不是也一樣 我說了 這個東西一個一個慢慢討論就好了 你不要去想說什麼 你有什麼玄妙的方法 這個玄妙的方法 基本上都是玄妙 這個一步一步做慢慢討論就好了 這題本來就是慢慢討論 就可以討論出來 如果你要C抽到丁鑰匙 可以嗎 那這時候是不是要 假A先抽 B再抽 再來C抽 這討論三次就好 A B跟怎麼樣 C嘛 對不對 一樣是不是討論 A抽到甲 B沒有抽到丁 然後C抽到丁 然後再來 A沒有抽到甲 也沒有抽到丁 而且 就寫且就好 B怎麼樣 沒有抽到丁 沒有抽到丁 這時候 C抽到丁 就這樣子分兩種去討論 可以嗎 來 第一次A如果抽到甲的機率是多少 甲 1 丁 我再說一次 B不會抽到甲 B不會抽到甲 可以嗎 A抽到甲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B B不會抽到甲的機率是三分之幾 2 因為B會不會抽甲 不會嘛對不對 那這時候 這個 A已經抽甲剩下三台給B選了 乘上多少 3分之二 可以嗎 假的B抽到丁 那這時候 A也抽甲 剩下兩台車 給他們抽嘛 所以C抽丁 這時候機率是幾 這叫做二分之一 可以嗎 再來 第二種情形 是A不抽甲 也不抽丁 這兩點加起來就好 你會發現 其實這真的是討論 A如果不抽甲 不抽丁 是不是就是已經抽兩台 四分之幾 四分之二 抽了一台車 剩下三台車 可是 A B會不會抽甲車 B會不會抽假車 B不抽假車 這時候 這兩台裡面選幾台 一台 乘上二分之一 可以嗎 那假設選掉了 B不能抽到丁 對不對 二分之一沒錯 好 那這個時候 A也沒抽到假 假設說 剩下是不是兩台車 給丁去抽 假跟丁去抽 剩下兩台車 給C去抽 我講錯了 剩下假車跟丁車 給C去抽 二分之幾 二分之幾 二分之一 討論完了 其實就這樣 可以嗎 所以就算猜之幾 二十四分之一點點吧 對不對 這可以嗎 約了約了 這個叫做八分之一 加上四三二 二十四分之二 算起來叫做二十四分之五 餅 C抽到餅的機率是二十四分之五 可以嗎 其實我真的是一個一個討論 而且這個討論的 技術是根本沒有 就是一個一個只找而已 只是因為這個很擾口 你們覺得很長 但其實它是簡單的 所以我告訴你們答案是四五 四五 我已經抽給你們看了 就一個一個去討論 可以嗎 就這樣 可以嗎 好 那這個五你們就自己去寫 OK 就一個去討論 先可以去討論 這種討論 我希望你們最後 最後自己都要寫出來 這個你們要看得懂 像這個第四個 C抽到餅的機率是 A有可能抽假 B沒有抽到餅 C抽到餅 然後A不抽假餅 B不抽餅 C抽到餅 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C抽到餅的機率 可以嗎 就這樣可以 就這樣 它沒有任何複雜的技巧 就是一格一去看 只是這個題目的敘述長 也不能怪我 要講得很久 好了 就這樣 那我們就過去 往下走 往下走 我告訴你們 像這個 你們從這樣子的機率 就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學者 他會不會要你用一些 很玄妙的技巧 或是不解 不會 他就是要你一個一個 很詳盡的去分析 那如果你們剛剛覺得 這樣子在討論很複雜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一定要自己討論過一次 討論過一次 你就會覺得說 我說的是對的 就是很簡單 就一個一個去討論 沒有技巧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六 來 第六 翻回到講義的第幾頁 第四頁的第六 來 第四頁的第六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襪子的問題 斜襪的問題 有三雙相同的黑襪 兩雙相同的白襪 認取幾隻 認取四隻 我們要去看 恰為兩雙的機率 來 怎麼做 恰為兩雙的機率多少 第一個 第一個 請問你 這個襪子 跟鞋子差在哪邊 襪子 我告訴你 不要跟我爭辯這個問題 襪子不分左右 好不好 有人說 五指襪 看你老是五指襪 你們幾歲啊 穿一種五指襪 這還別在穿 你們在穿嗎 這麼寫你是有穿過 沒有齁 真的嗎 好 沒有齁 來 我確認一下 三雙相同黑襪 兩雙相同白襪 這時候你的樣本空間怎麼寫 BBB BBB 兩雙相同白襪 Y Y Y 四隻 認取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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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一樣 這個總情形 叫做C 拾取四隻 因為你在抓取樣本空間的時候 你看齁 你在抓取樣本空間一個箱子裡面 例如你的衣服欄裡面 可以嗎 你可以去翻所有的襪子 這時候你拿到的是不同的特定 你拿到一雙襪子 你確定它的黑帶還是白的嗎 是不是不確定 對不對 那為了樣本數都一樣 所以你去視為怎麼樣 相應的特定 聽得懂嗎 OK嗎 OK 好 那再來 恰為兩雙怎麼算 恰為兩雙 是有可能四隻黑的 或怎麼樣 四隻白或怎麼樣 兩黑 兩白 四隻黑的 或者是四隻白的 或者是兩黑 怎麼樣 兩白 四隻黑呢 C6取幾 4 四隻白呢 C4取4 兩黑兩白 C62 C42 那你繼續去除就好 可以嗎 好來 趕快去 那第二個 下凝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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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凝一雙代表什麼意思 兩黑一黑一白 兩黑一黑一白 你要取四隻欸 所以你可能只取兩黑嗎? 不行 所以說你應該怎麼樣? 3黑100是不是就不成雙 只有一雙成雙 或者是300怎麼樣? 1黑 你知道在說什麼嗎? 因為你全部一定要取四字 你全部一定要取四字 你還沒說完? 那我錯了 你錯了,知道錯了 來 來 3黑100跟3白1黑 3黑叫C6取3 100叫C4取1 3白1黑 C4取3 乘下C6取1 OK 你們自己要除以C10取4 這C10取4 我就隨你們寫好不好 OK 來的第三個均不成雙是幾種? 0 為什麼0? 你取喔,其實你只要取三隻 你是不是只要取三隻 一定就會有一個神算 這叫做什麼龍定 什麼隆地理 叫做歌隆地理 Pigion Hall Theory 歌隆地理是這樣 假設你這個天黑以後 就是突然家裡停電 可是郭忠祐要跟女朋友出去 好啦 就假設了 那為了要這樣 他要去 他總不能穿怎麼樣 一黑一白的話怎麼辦 他就任取抓三隻 為什麼 因為他最糟的狀況就是 他只能取到一黑一白 那第三隻不是黑就是白的 對不對 可以嗎 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根據歌隆地理 我們知道第三類一定會在這兩杯的其中級 一定有一個是兩隻 OK嗎 好 就這樣 來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第七題比較複雜 第七題比較複雜 像這一種都是用取的 撲克牌問題啊 這一些都是用取的 利息跳過 來 看一下撲克牌 來 撲克牌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五頁的撲克牌問題 來 看這邊 從一副撲克牌中認取五張 是問下列各種情況的機率 我之前的排列組合有告訴你們這個 這個撲克牌的玩法 這個撲克牌的玩法 我跟你們講 所以你們自己稍微來顯一下 來 這個 V8 看好 這個總形形是多少 總形形多少 首先撲克牌有幾張 五十幾張 五十二張 五十二張 所以說你是在五十二張裡面 取幾張 五張 那這個撲克牌有什麼特徵 撲克牌的話 是不是有四種花色 十三種點數 那什麼叫做兩對 Two pairs 有兩對一樣的點數 一對是獨立的點數 而且這兩對的點數 是不是各兩張 數量是一樣的 二二一的這一種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記得 這個兩對數量是一樣多 是算為同類 知道怎麼樣 一起取 所以一開始 在十三總點數裡面 先認取兩種點數 假設取的A跟K 這時候這兩種點數要幾張 各兩張 C四取二 四張A取兩張 四張K取兩張 剩下十三扣二 剩下十一種點數 取一張 比如說叫做J 這時候四張J要取幾張 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的要求情形 可以嗎 我只算要求情形 你們最後再要去 自己去除一 C五十二取五 可以嗎 好 自己去除C五十二取五 總情形自己取 就看了嗎 OK嗎 好 好